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愿愿于人生 欢迎来到柴新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二四七 心无障碍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诗他心通 欲知其事 极致金石两 与作奸 六祖大师他心通 我上课很少谈神通和感应 但是这个公案 谈到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意境 开悟的大禅师有神通 一般人是没办法去理解的 其实 你不要把神通想得这么困难 禅师之所以通 是因为他神 为什么他能神 当你专注于一件事时 到最后 你可以把自己训练到出神入化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问题是你愿意吗 你也有一件事情 练得出神入化 那就是你的烦恼 心如工画师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一件事情 假如你能专心研究 参透 你则能通 此通 极为通达 这十几年来 有一个名词叫大人 这个名词是正确的 代表一个人对某件事情通达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很关心他的太太 从他太太的一举一动 任何一个表情 他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其实不难 但是只有关心他 他才会长时间去观察他 你若是不关心一个人 你连看都懒得看 你是可以有神通的 但是你的神通都不在了 因为你漠不关心 以前的大禅师看人都很厉害 且不讲宿命通 你只要看到一个人 他接不接受你 喜不喜欢你 你要知道 你虽然没有他心通 但你了解别人 就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通即没有障碍 我们为什么不通 因为内心有障碍 你内心哪里不通 你听人家讲话 你就没有百分之百 听懂他在讲什么 比如 你听我讲课 我不相信你有百分之百听进去 为什么我不相信 因为你的内在 有某些成见 一堂课 你可以听到百分之十 到三十 另外百分之七十 你不是没有听进去 甚至就误解了 你不通 并不仅仅只有听课 没有百分之百听进去 你跟别人聊天 你跟别人聊天 或跟家人沟通 也没有百分之百听进去 比如 儿子在跟你沟通 你会想 你跟我讲什么 你是我生的 夫妻也一样 头床一梦一大堆 你跟家人就不通 因为你有成见 有想法 你的心有障碍 你就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心有障碍 障碍住了自己跟别人之间的沟通 这个障碍 你自己要拿掉 佛性广大 犹如虚空 虚空可以创造云 但是云不爱虚空 虚空不爱云 多美呀 但我们不是 我们认为云就是我们的生命 而忘了虚空 你抓住自尊心 以为这就是你的生命 自尊心是什么 就是天上的一片云而已 有的人为了自尊心 可以杀人 可以很倔强 可以说 我明明知道我是错的 但我就是要堵那一口气 你的自尊心 把你害惨了 让你至今仍死不承认 让你至今仍不长进 让你至今宁可摧毁 也不愿意去成全 以研究看看你的思维 就知道 人真的很愚昧 当我们内心没有障碍 我们可以知道别人的心 做一个辟语 我们的心本来就像虚空 六祖的心像虚空 别人的心也像虚空 虚空跟虚空 本来就没有障碍 故能通 故称为他心通 佛法这样讲 你就不会说迷信了 太刺客之事还未发生 六祖就预知其事 他知道别人的心 所以知道这个人做什么 六祖既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知道何时会发生 即至今十两于坐监 这叫做宿命通 宿就是过去 六祖知道要来的刺客 与他有什么姻缘 问候思维 你是否曾经通达一世呢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赶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赶大观师父教会 赶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